日本駐马尼拉大使馆一日表示 日本航空自卫队和菲律宾空军 下周将首度举行联合演习 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 举行空对空人道援助和救灾双边训练 是两国共同防御合作的重大礼重碑 外媒路透社一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法国检方已经对法国UNIQRO 萨尔姆公司印地方 法国时尚集团SNCP和鞋类品牌Sketchers 四家公司展开调查 他们涉嫌隐匿强迫劳动违反原道罪行 并从维吾尔人被迫劳动中获利 美国国务院周四公布最新人口贩运报告 台湾在188国中位列强茅 延续12年位列第一等 并有17个国家在打击人口贩运问题上缺乏行动 中国应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政策或作法 特别点明信将居留营 因此被继续列入表现最差的国家 走过30多年的微软Windows作业系统 经典的蓝白档机画面是许多人使用电脑的回忆 不过外媒的Rudge报道 在最新的Windows11预览版中 蓝白画面将走入历史变为黑底引发网友关注 新唐亚开电视整理报道